10月4日消息 在今天举行的Made by Google 23 T-Note活动上 谷歌正式推出了全新的Pixel 8系列手机 今日起开放预定 预计10月12日上市 Google Pixel 8 8加128 GB版本799欧元 699美元 24900新台币 当前约5627元人民币 Ryzen版支持毫米波 799美元 8加256 GB版本759美元 26900新台币 当前约6079元人民币 Google Pixel 8 Pro 12加128 GB版本1099欧元 999美元 33900新台币 当前约7661元人民币 12加256 GB版本1059美元 35900新台币 当前约8113元人民币 12加512 GB版本1179美元 当前约8618元人民币 12加1 GB版本1399美元 当前约10227元人民币 该系列手机搭载了谷歌自研的天扫G3处理器 基于三星4nm工艺 1乘以Kortex-X3 4乘以Kortex-A715 4乘以Kortex-A510 以及TITAN M2安全芯片 均支持人连指纹识别 以及IP68防水防尘 预装安卓14系统 提供7年安卓大版本软件更新 谷歌PESO8 采用了6.2英寸FHD加分辨率的 按数据显示屏 支持60到120Hz刷新率YOPPO 峰值亮度为2000尼特 覆盖大猩猩玻璃Victus 2 谷歌PESO8 Pro 则采用了6.7英寸QHD分辨率的 SuperR硕显示屏 支持1到120Hz的Elto Pro 峰值亮度为2400尼特 覆盖大猩猩玻璃Victus 2 谷歌PESO8 采用了1050万像素前摄 5000万像素后置主摄 加加1200万像素广角镜头 PESO8 Pro则是50MP主摄 OIS OCT PD加加48MP广角镜头 Core PD加加48MP长焦镜头 Core PD 5倍光学变焦 30倍超分辨率数码变焦 值得一提的是 谷歌PESO8 Pro背面相机旁边 还拥有一个独特的皮肤温度传感器 PESO8没有 据悉 谷歌采用了麦来星 MLX90632 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读取温度 说到影像方面 新的PESO8系列具有照片模糊消除 魔术橡皮擦 最佳拍摄和微距对焦使用超广角等功能 而且PESO8 Pro还具有普通版不具备的 Pro控制功能 其他方面 谷歌PESO8具有4575M电池 支持27万有线和18万无线充电 而PESO8 Pro具有5050M电池 支持30万有线充电和23万无线充电 谷歌PESO8有雾灰色 要石黑或玫瑰粉三种配色可选 而PESO8 Pro拥有海湾蓝 要石黑和陶瓷米三种配色可选 购买PESO8可获增一款PESO Buds Pro 而购买PESO8 Pro可获增PESO Watch 2